荷丰园 蟲子也能交流吗 是因为他没有地方可以吃 后来我们特意给出很多地方 时间久了 他就知道这个地方是给他吃的 虫子们相当合作 只在自家餐厅活动 一种之隔的林田 却很少去侵犯 小虫子也能交流吗 我们看到了一封特别的书信 告动物虫鸟先生小姐书 尊敬的诸位动物虫鸟先生小姐们 大家好 非常欢迎我们来到和风园 与我们一起工作和学习 或许真诚的爱心 真的感化了虫子 万物仅有灵性 也都有生存的权力 在这个和风传统灭源 为什么要以和打头 为什么要以和打头 其实就是体现了人 还有这个大量的动物 昆虫植物 人与自然的一些完美的核心 正是这一份对生命的尊重和关怀 引发了蔬果 蓬果的生机 也吸引了小鸟 来这里安家 和风园的鸟巢 就住在矮矮的四季豆架上 水到群生信念威 不除历史 顾飞飞 劝君莫达三春莲 自在朝中 自在朝中 忘物归 忘物有情 原本就是和谐共生的 日本的江本圣博士 曾对水做过实验 当对水发出 我爱你 感恩你等 良善意念时 水结晶非常美丽 当对水发出 我恨你 祖咒你等恶的意念时 水结晶很难看 他的实验室里 还对水播放不同的音乐 听到舒缓祥和的音乐 水结晶很漂亮 听到摇滚 水结晶很丑陋 别离的音乐 响起 水结晶变得支离破碎 水 这些实验证 水能看到 听到 听到有见闻觉知的能力 不仅仅是水 有情万物 有情万物都有感知的能力 中心的老师 开达 开达了一处 一块田地 播放 经典图送带 流行鸟灯 流行鸟灯 音乐 流行鸟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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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经过两个月的实验 一起种下的青菜 已有了明显的不同 每天听读心的青菜 长得很冒险 而每天听姚本月的青菜 长是一件戏书 这个实验 才刚刚开始 品尝着来自河空园 健康营养 没有污染的蔬果 在中心用餐的老师们 都会念感恩词 感谢慧母 养育之恩 感谢老师 心情教导 感谢同学 关心帮助 感谢农夫 心情老作 及所有付出的人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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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